小时宜一岁多的时候 玉游跟秦十月举行了婚礼 拖了这么长时间 玉游跟秦十月总算是可以名正言顺地站在一起了 时文光又老了不少 毕竟连外孙女都嫁人了 官家一家老少都来了 官相成堂义 官继碧入山 甚至官继家几个月大的儿子都抱来了 郑如意也抱着孩子 年轻人的婚礼是肉眼可见真的甜 郑淑义都能看见玉游跟秦十月眼神里万般璀璨的光 她想起之前跟秦十月之间的小舅舅实践 如果没有小舅舅 她不知道自己还会不会跟时宜有如此玄妙的缘分 如今 混成小舅妈的郑淑义近距离看着一对新人 小时宜被音乐吵到了 想从婴儿车上下来 时宜先于郑淑义把孩子抱了出来 她看着女儿肉呼呼的脸蛋 再看向自家外甥女幸福的笑容 时宜想 这辈子能挣多少钱都不重要 只希望自己的女儿在以后的人生里能够被世界温柔以待 如果 能遇到像她老爹这样的男人那是最好了 像台上渔游那样的 也勉强接受吧 时宜自己都被自己的想象逗乐了 算了 儿孙自有儿孙福 小时宜听着音乐 守好五张法的乱挥舞 偶尔还扣一下她爹的鼻子 台上 秦十月的我愿意自然又大方 时文光脸上的这次都舒展了 郑淑义觉得自己被温柔的生活形成一个包围圈 意识之间 她觉得自己都柔光无限 因为孩子闹腾 司机送保姆孩子早早离场了 婚宴接近尾声 宾客们也慢慢散了 实验跟郑淑义作为舅舅舅妈这样重量级的人物 是留到最后跟一对新人一起离场的 我不能再笑了 我的脸都笑僵了 请十月跟郑淑义去卫生间 她抱怨道 我刚刚可是看到某人笑得跟一朵花一样 那可是发自肺腑真心地笑 郑淑义打去她 小舅妈 我现在连说话的劲都没有了 秦十月微闭上眼镜 靠在郑淑义肩膀上走路 现在给我一张床 我能睡到天荒地老 这么说 你今晚也连动防花竹叶的力气都没有了 郑淑义真的是口无遮拦 小舅妈 你别忘了你现在是个长辈 你说这话合适吗 秦十月真的被郑淑义打败了 小月 你这每次一强调我是个长辈 我就莫名其妙觉得自己好老 这样吧 你以后叫十月小舅舅 叫我淑义姐 怎么样 秦十月拿郑淑义没有办法 之前郑淑义还让秦十月家孩子以后叫十月姐姐 现在又让秦十月叫她姐姐 这小舅妈 真的失乱套了 各自回家 小月跟雨有真的好幸福 回去的路上 郑淑义跟石燕感叹道 所以你不幸福 石燕朗朗低看了郑淑义一眼 我们 郑淑义被石燕的小心眼弄到卡壳了 石燕也太小心眼了 我们也很幸福 郑淑义干巴巴的找补 石燕 我们好久没约会了 我们去约会怎么样 漫长的怀孕生孩子 两人之间的约会真的是很少 想去哪里 果然 郑淑义一提要求 石燕就忘记刚刚她说的话了 我也说不好 玩点刺激的怎么样 因为她刚刚说约会的话明显是转移话题 所以她哪知道去哪里约会 城北开了一家鬼屋 据说里边玩的都相当刺激 要不要去感受一下 既然她要玩刺激的 那索心就刺激到底 反正郑淑义也属于胆子比较大的 行 郑淑义大一凛然的就答应了 那说好了 我们去了选最吓人的那项 你到时候可别被吓哭 你看不起谁呢 郑淑义其实都没怎么玩过这类项目 但不是有实验在吗 所以她才不怕